台日保安論壇視訊舉辦 視訊連線 王定宇主獎身旁作者林靜宜 也令人揣測 林靜宜是不是加入了 民進黨的用言會系統 也以女性政治參與者 還有女性政治參與者 這樣子的一個組織參與 到日本跟安倍雪像夫人 共同討論海洋議題論壇 林靜宜選舉用言會一路挺 聽進立法院一起參加論壇 看來態勢明顯 然而民進黨最近不斷強化 台日友好氛圍 也被解讀失要味何時暴露 從檢出到國際標準 台灣除了會遵守之外 我們的規格跟相對的檢驗 甚至會更嚴格 那開放與否 我覺得現在還是要雙邊 兩國之間的討論 民進黨對福島五縣市食品 態度就是加速進口 這也讓趙秀康破口大罵 你民進黨當時反對的時候 哇 講得正正有詞 哇 把何時講成十二不赦 那現在突然搖身一變 扶持好像變成多美妙 道歉了 以前我亂講了 承認了 臉書上放上圖卡 提到包含民進黨秘書長林喜耀 還有民進黨立委洪生 和劉建國 林淑芬等等都曾反核 劉建國還說廠商殺人 政府是幫兇 林淑芬則說 不該是台灣人付代價 你亂講就可以 當國民黨反對的時候 就國民黨就是亂黨 你亂講的時候 你就不是 對不對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福島五縣市食品營 也讓藍綠 展開新一波正常 TVB的新聞花椒名黃俊瑋 劉采薇 SNG小組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